毛大姐的房子在杭州拱树区赞成武林里 双要是户型 2022年4月1号 委托给杭州星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租 期限两年 每月租金5200元 她说自己平时住在渠州 前段时间中介通知她来杭州验房 合同约定毛大姐给星域三万五千块钱作为软装款 其中要求家电全部使用小米品牌 配备四个床头柜和两张木质茶几 现在楼上的房间内只有一个床头柜 电视机是菲利普牌 茶几也不是木质的 楼下的房间锁着门 租客不在家 最多两层不超过一万五 没有来看过她是不是有这些吗 没有 我们这种这个合同写掉就相信了 因为当时的时候她带我那个样板房看过的 她叫我来交房 我才发现她走得进来 毛大姐说还有很多家具被损坏了 路远的走进来 这个地板这些角路全部是一个坑一个坑的 那现在是我用那个寒美杆 它都是浇水浇的这里的 电视机柜杆 这不这里很明显的 走进来就看见这个满板段的这里 沙发破了 这些破了 沙发哪里破了当时 当时问了 这些也破 这些破的嘛 那么我当时 那现在这个是 现在这个是我叫师傅来一起帮的 跟我老公一起花了一天时间 这个上面这些弄的一下花了600块钱 3月24号 有位自称是武林里房源的交接人 联系毛大姐 算了一笔账 业主手上有4800元押金 楼下租客租到4月26号 合同到期后 公司支付房租加押金总共4593元 计算后 毛大姐需要还给星玉207元 联系这位对接人 显示对方没有加你为好友 不能语音通话 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 正在谈生意 没有时间 采访时 毛大姐想起来 之前还有一个人 给他打过电话 因为房间放不下 有的租客 他不需要 他会让我们拿走 我们会给他布置 拿进去的 电是不是小米的 我也听说了 可以给他换小米的 他说坏的地方 我说可以给你维修 他说白了 你房子本来就做出租的 出租房 有几个会 当人自己家东西去爱护 有磨损 有损坏 工作人员说 软装当初不是他经手的 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星玉已经给毛大姐 发律师函了 合同中约定 若房屋租期超过委托期限 则合同自动顺延至 租期届满之日 但从3月24号开始 毛大姐就一直住在房间里 不光是他提醒住进去了 包括他威胁住客 要改密码 要改住客什么的 都是委员的 他现在改了没有 你改了吗 没有啊 但是你现在人已经住进去了 来你住进 你帮我叫过来 就我叫你来 是契约 不是让你住进去 让住进去 是你没能住那个房子 这是你的问题 现在你不用跟我说 我已经无权帮你解决这个事情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